大家好 預祝大家週末愉快 歡迎收看今天的獲利方程式 在今天 家園指數狀況以小碟16點作收 那關於後續的盤式格局 其實我們昨天跟大家聊到說 有一開盤辦法跟量價是不同步的 本來今天就容易進行一個 短波的一個震盪 可是這震盪壓核的機會 類似像禮拜五 今天12點半左右的位置 我認為是一個很好漂亮的馬訊 我們今天還是帶著會沒有進場佈局做多 那我們跟大家報告的是說 其實劉老師跟大家講的一個三個條件 完完全全沒有出現這個失控的 三個條件狀況之下 這盤在第三季來講就是全力佈局 一個向上做多 至今持續流入的一個行情 你可以看到連台紫禁月的一個部分 整個價格回落的一個0.618在昨天 其實已經站上去了 我們就一直跟大家報告 這個盤式格局 禮拜三的時間點 教權指數不是創下了這個高點 1500億人的大量9547嗎 我想 所有的節目 只有劉老師一個人當天跟你報告 這個高點不會是高點啦 多頭組身段裡面 很明顯產業基本面都支持 要往上做一個規劃 那最大量最高價 絕對不會是高點啦 投資朋友 那今天教權指數 9550不是又有一個新高出現了嗎 所以 大盤 這個趨勢向上多頭的行情 劉老師要跟他報告 在你沒有看到這個量價失控 以及我所說的三個條件成立之前 類似像今天 類似在 在價權指數呢 細月波走勢進行一個側邊三角形的 三角形收斂型態 三角形收斂型態 我認為守得非常穩 所以十二點半左右未接 還是請我的空手會員朋友 我們今天是有加碼一筆多單 因為整體的盤式格局 你可以看到 大盤其實價穩量說的一個態勢 守得非常穩 以昨天那個紅K線的一個位置點 你把這三角形收斂型態 畫一條均線 大概是距離昨天的收盤價跌20點左右的一個位置點 就是這個短期的多空成本區 那尾盤是不是又拉起來了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盤中跌20點左右 連期貨的部分 我們都是加碼多單進場做一個佈局囉 所以我認為大盤沒有必要花太多的時間 做一個探討 由於是一個三角形收斂型態 所以回撤均價的時候 理論上你空手的就想辦法 去掌握這個做多的行情 既然價穩量說 禮拜一禮拜後回來 只要量出再補一根 比較明顯的一個攻擊量能槽 這盤四格局會再拉中長紅 向上一個多頭表態喔 尤其今天加權指數 收盤小跌16點 成交量能順勢萎縮到這個 1156億元 這個萎縮的量能槽剛剛好 不會一口氣像是量縮四成 能去樓空的一個感覺 那就萎縮到比昨天的成交量能稍微萎縮 價小跌 我認為這是盤四格局 控得非常穩的一個訊號 好不好 不過投資朋友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重點 這是週限 連收 第七週的一個紅K號 從價權指數 在這個8800點起漲 520以來一個向上公告的行情 這是第八個禮拜的高點 創下了850高點 你可以看到從6857以來 這一波向上多頭推升的行情 那今天的週量 6000億元是 整個大波段走勢以來 一個最大的一個成交量能槽 所以以週限的格局來看 這個盤四格局也沒有任何問題 所以我認為任何震盪壓回 如果是我們的會員朋友 我們會非常積極的進行一個偏多操作 那不論期權不論各國的部分 尤其三角形受定型態還是持續守穩 我認為唯一的問題就是 投資朋友你準備什麼股票 公萬點 好吧 那另外一點 國際股市 昨天道瓊工業指數 拉開一根關鍵性的一個紅K 突破了近期 從5月下旬以來一個W底行一個整理平台 大家認為是投行 可是昨天再創整個波段新高 拉過了這個盤四格局的整理型態 極短波我們就大概可以確認 7月份到8月份 美國股市你不必去期待有任何 太過明顯的一個回檔了 而且從今年的1月份以來 到這個5月下旬 他足出了一個非常結構非常扎實 6個月大跌的一個形態 既然去做一個向上突破 那我想 我們先不從基本面來談 以技術面的一個形態 我認為投資朋友假設 你想要去操作這個盤四格局 如果劉老師是一個超盤首的觀點 我認為 你不要等到這個盤四格局 拉開一個3到6個月向上測距之後 形態剛突破你買在這個位置點 停損停利都好設 而且第三季應該是以國際股市來講 最好操作一波行情 那國際股市 昨天為什麼創新高呢 最主要是美國的非農就業人口 比上個月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增幅 至於從2008年9月以來 金融海嘯以來的一個失業率 曾經一度升高到10% 可是呢 昨天公布的這個失業率降到6.1% 那既然就業的一個失業率不斷的一個下降 連續5個月向上 這個代表就業人口持續提升 那你有新增的就業人口進來 是不是接下來第三季的基本面 也有機會往上做一個增加 大家願意就業了 大家投入一個勞動市場了 那你就有賺到錢 你就有機會去做一個消費的動作 所以這也提供了第三季的一個消費景氣 持續往上漲 至於在我們台灣 這個包含了這個領先指標 創下了這過去30年以來 一個新高的一個位置點 所以我們能夠跟大家報告的是說 這一波盤勢格局 其實我還是維持著 我認為這是過去20年以來 最穩健 最有機會 很紮實的去攻萬點的行情 即便看到萬點都不一定會回頭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 投資片我們來看一下 來從7月以來 加權指數很明顯受惠於台幣 突破了30塊錢這個關卡之後 一波資金湧入了一個行情 那劉老師抓了過去 這個台幣升值的一個時刻點 那如果你看到台幣 比如說一個月份裡面漲5% 漲2% 漲3% 漲2% 漲2% 我們總共抓了大概12個月份 後續台股的漲幅4% 這一次是跌3% 漲2% 漲11% 漲14% 漲15% 漲10% 漲8% 平均起來大概那個漲幅都是超過5% 那劉老師要跟大家報告什麼事情 其實現在台幣才剛剛升破 30塊錢左右這個關卡 那投資朋友 上個禮拜我們曾經做過一個專題 如果台幣走漲的話 如果台幣走升值 對於股市是有利的 所以你的總資金投入市場的比例 原本投入100萬的 如果你看到台幣一個升值的一個趨勢 你要拉高到150萬 要拉高到200萬 只不過有一點點重點 你的投資組合 不能夠完完全全買電子股 可能70%繼續來買科技股 可是30%你要稍微增下一些 好的傳產機優的一個龍頭股 好不好 但是你總資金的部位還是拉高的 為什麼 投資朋友 來我們來看一下台幣 如果抓這個2%到5%的漲幅 我們現在台幣才剛剛升破30塊 現在價錢指數在9500點 以這個平均漲幅超過5%的一個狀況之下 其實台幣要升到29塊錢 好這個漲幅大概逼近1% 台幣看到29塊錢 我們價錢指數就過萬點了 台幣只要看到29塊 加錢指數過萬點了 好 所以我認為 這一個投資的脈絡 如果在第三季的前面第一個禮拜 你就看到明顯這個資金開始往 加錢指數的一個 進場一個內涵 今天你看到 李揚鎮喊到15300點 好 這個是即高盛喊10500點 三個禮拜之前 當嘉賢指數看到9339 好那市場一些分析又聽到這個美齡 古約翰先生出來喊的時候 就說這盤是個局要崩盤了 可是劉老師告訴你說 這一次 古約翰先生是對的 我們甚至於在6月份的時間就告訴大家 其實你真的只要去追蹤 如果金融內股指數的第一大浪 等幅向上對陣測量 空盤的一個族群 測量的空間這麼大 10500點是最小對陣上的測幅 如果以百分比的比值來說 資金充沛打房入國的態勢 你持續在這個禮拜看到 記不記得昨天市場媒體 如果有很多投資朋友 如果你手上有房地產比較多 比數比較多的投資朋友 你昨天一定睡不著覺 昨天市場在聊一個議題 原來現階段政府已經在規劃 房地產要這個直接按照 所得稅利的一個比例 去做一個認列的動作 你原始成本1000萬 你如果賣1500萬 所得稅利是30% 這個獲利500萬 你要乘以30%的稅利去繳稅 昨天才出來這個消息 可是劉老師在跟大家聊到說 我們跟大家在探討房地產政策的時候 我們提前這個禮拜 禮拜一前幾天就跟大家聊了 所以這個政策面上面的一個措施 持續的希望把資金引導到我們股市市場來 有很多的一個政策面向 劉老師都持續不斷領先市場跟大家談的 所以劉老師說 其實以中期這個最小對戰測服 我們在6月初就跟大家報告 我們認為加權指數如果要談長一點點 今天李洋說拉開6年有機會上15000點 那劉老師說不要看得那麼遠 我們一個一個季度來操作 既然今年第三季是這一個 板機才扣下去 才剛剛啟動這個波段行情的時刻點 剛突破這個整理型態 趕快跳一些有機會受惠於這波資金行情啟動的股票 我們就要趕快提前進場佈局操作了好不好 所以大盤劉老師不會跟大家花太多時間了 我們認為任何震盪壓回到積極篇都操作 可是 好的這邊的劉老師要跟大家聊到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是2498的紅打電 今天在媒體抖大的頭條利多 從2012年的第四季賺1.21 第一季 第三年的第一季賺0.1 導播我們可以稍微拉近一點點 我們看一下 然後Q2賺1.5 Q3賠3.58 第四季要不是任列轉投資 並指出售持股還是賠錢的 第一季賠2.28 首度在過去七個季度裡面賺了2.74塊錢 理論上面這麼亮眼的一個行情 投資朋友 紅打電卻是開高走低 中場僅僅只有小漲 所以 您先不必要擔心 投資朋友 其實劉老師在跟大家報告說 如果你距離180塊錢 這個高檔的時間波的一個位置點 這個禮拜本來就是距離這個轉折 八個禮拜 有機會見到短底 所以劉老師在上個禮拜五 我就已經跟大家預告 這個禮拜 6月27下個禮拜回來6月30 是紅打電下禮拜的八個禮拜 我認為短底是有機會看到的 那今天紅打電既然能夠把過去這個八個交易日裡面取出一個短波高 雖然有點開高走低 而且放出一個成交量的比較大的一個黑K 可是以量價來看 是駕長量真的多放量價 但是K線的形態 我借用大盤看盤重點 你黑K這麼長 也是一個類似壓力盤的一個形式啊 所以盡量如果這個空間是比較狹窄的 你要買到一個比較好的位置點 才是下一次很可能我們要去追蹤這個波段 八個禮拜的一個轉折如果成功 而且下個禮拜回來 紅打電還有另外一個時間波轉折 距離這個122塊 這個125塊成的起漲點是21個禮拜 所以紅打電怎麼樣去轉折 總之 如果你手上有這檔持股的投資朋友 我認為是有些機會的 那問題是 如果你今天才去追在 紅打電的利多消息的高點 那劉老師要告訴你說 不套你套誰 紅打電預估第二季有機會賺到2.7塊錢 你不是兩個月之前就知道了嗎 你今天因為這則利多消息去買嗎 好 其實180塊錢的時候 紅打電就預估可以賺2.7塊錢 利多消息去買 紅打電卻跌了50塊 顯然紅打電要去掌握 絕對不是看著市場的媒體消息裡面 幫他去做一個掌握好不好 所以 下半段回來我們會從華雅科 從聯電 兩檔非常重要的半導體族群的股票 跟大家繼續做一個探討 但是投資朋友 既然這一波行情按照劉老師跟大家預告 隨時補個量能潮 一個主身段的控油炎段 就要繼續向上取高 我認為現在就是積極的挑出類似 什麼股票在這裡買進還有機會複製 當初華雅科這樣 大漲14根漲停板 創下了整個波段的波段新高 還有沒有股票可以類似華雅科 甚至於華雅科的波段走勢到現在為止 我們認為沒有任何結束的事項 任何正當壓回 你都還是要去做一個積極切入一個動作 那如果需要我們服務的地方 剛好我們公司有個專案 這個專案內容分別是A鑽石或B黃金 我已經跟大家介紹幾天了 有需要我們服務的地方 到底要鑽石或黃金由您自己選擇 好不好 休息兩分鐘之後 廖老師繼續幫他解析 保護自己最親愛的家人 用肥皂請洗手 守護最親愛的家人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顧得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顧得投顧 顧得投顧 小朋友 額牌氣密窗 專力複雷是島塊 隨便性能超越國家標準 3.5倍 有了額牌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 男友 嘴氣痛 先用氣痛 五分之 好 那我們現場 廖老師先跟大家談一檔股票 這是2303的聯電 廖老師在7月的第一個交易日 跟大家預告 如果您願意參與 除全息的一個投資 像我們的會員朋友 我們在15塊4左右 這檔股票我們都是 進場做一個布局操作 當天我們解盤告訴大家 好的 這邊你要開始注意一下 由華爾科 由聯發科所帶動出來半導體 由費城半導體所帶動這一波 半導體族群向上的一個漲勢 非常重要的 如果晶圓代工產能 在第三季有機會持續向上走高 當天當多頭拇指 補出一根紅K 站上了前面這個換手的位置點 那就是一個多頭拇指 來 今天聯電攻抵了掌停板 好 同志朋友 劉老師一直跟大家預告 今年的除全息的行情會非常亮眼 禮拜一 7月7號 聯電才要進行一個除息的動作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今天聯電再拉開一根關鍵性的長紅K 如果今天早上去佈局也大概是15塊出頭這個位置點 同志朋友除息0.5塊錢 你用15多塊錢去除息的話 殖利息率大概3% 同志朋友 我們已經舉了太多太多 五六檔股票 這種大型激歐的好股票 在除全息的倒數 一天都是拉開一個關鍵的紅K向上表態 包含昨天劉老師跟大家講到聯發科 今天 昨天收535 今天盤中最高點來到了533 幾乎一天就填全息喔 而且是在除全息的前一天 拉了這麼關鍵性的長紅K 一個波段換手的成功一向走勢 劉老師昨天就已經跟大家預告了 所以我們真的看到了 今年的除全息的一個行情 同志朋友 今天加全息的小跌15點 你如果把聯發科的一個息值 把它還原進去 今天加全息數還上漲啊 所以 投資朋友如果 您一定要發現說 今年的投資脈絡跟氣氛 跟往年往完全全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劉老師已經跟大家講了 兩三個禮拜以上了 好不好 如果您願意掌握這 3%的一個投資價值參與除全息 投資朋友百萬是限賺7萬 今年除全息行情會非常亮眼喔 那值得再額外一提的地方是 投資朋友今天的聯電 拉開的這根漲停 是把過去21個月的一個大底型 三尊頭巾底型 居然換手站上了 好 這個位置點非常類似 華雅科27塊 是一突破之後 華雅科噴出大漲128% 好 是另外一個大波段 我們認為為什麼 已經找到一個非常明顯的證據 如果台積電的產能已經供不應求了 所有客戶在排隊排5個月了 接下來一定會把訂單下到聯電嘛 聯電的產能利用力也接下來從9成 95% 100% 那投資朋友你要去期待這一波的半導體的一個行情 現在只剩下半導體的族群當中 你要挑什麼樣股票的問題而已啊 好 另外一個我們講到的一個好股票 好 這是統一 好 連續拉開三根關線性的紅K 就是三陽開泰的長多起漲訊號 好 任何正當壓回 投資朋友 廖老師在相對轉折低點 我們看到 我就說 這個盤勢格局在8800在9000點 那位置點 所有人都告訴你說 這個盤勢格局要反轉 好 廖老師說 金融股快壓不住了 連中概股也壓不住了 台積電要往上漲了 好 連連電都有機會了 連華雅科都繼續要噴出向上主身段了 大盤拿什麼跌 已經連電都漲停板了 連統一都拉開一根漲停板也架差了 好 這是劉老師持續跟他報告的 好不好 好 當然我會希望投資朋友 你現在還不曉得怎麼樣佈局的 好 我們認為有一個產業 你絕對要趁著近期 在這橫盤的位階 好 比如說 華爾科今天也一點點小 震盪的壓回 可是量價 攻擊就是有量 好 攻擊就是有量 橫盤的時候就是量說 今天 量說回來 我認為這是近期切入 你想要切入這一波主生動行情 最後一個機會了 好 投資朋友 當你看到DXI指標 到今天為止都持續向上拉高 好 這個是到昨天為止7月3號的一個 DXI指標 好 來 你所看到的7月10號的業績 直接到這裡 好 低輪族群在8月10號在9月10號 絕對營收都是這個產業裡面 半導體族群裡面的最亮點 好不好 最亮點在DXI這個族群 好 那所以 投資朋友你要注意一下 台塑集團的企圖心在哪裡 今天 報章媒體開始說 報導出來南亞科一天大賺1億 導播我們拉近一下看這一塊的水準 南科今年減之九成 以現在239億的股本來計算 那他重新掛牌回來 EPS回顧來計算 大概是9到10元的一個水準 昨天 劉亞老師跟大家聊到一個議題 如果接下來一年裡面 你看到兩三檔 低輪的個股 站上三位數 你真的不要意外 你真的不要意外 這一波產業的企圖心 絕對不止到昨天 拉開這個波段 第14根掌停板左右的一個位置點 即便到現在為止 今天我認為一個小撲震盪壓回 劉老師 都是找劉老師的會員朋友 新進的會員朋友 還是要分批掛滿 好不好 那我認為倒數這幾天回測平台 最後一個切錄的機會 怎麼樣買 怎麼樣賣 將是這個波段格局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操作重點 好不好 德志朋友 我們怎麼樣從相對轉折低檔區 跟大家報告到這一檔股票 從27元 3根掌停板 4根掌停板 大賺67% 11根掌停板 到昨天為止的14根掌停板 劉老師是整整講了兩個月 在產業還沒有開始向上拉高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跟大家報告這個產業 那既然當初我們所看到的所有 看好這一個族群的理由 到現在為止沒有任何應該去轉折的理由 好的 這邊 那我認為華雅科一檔股票一個掌勢 絕對不會是華雅科一檔股票亮眼而已 九月下旬還有南科的簡直題材 要是三天之前跟他預告你要看華雅科的時刻點 我們講到的是歷經的一個 明年的一個新貴掛牌 所以還有好 這一個波幻漲是這一波的低潤的行情 還超乎大家所想像 我們會在第一線的訊息直擊幫他掌握 您要做的是第一個時間好的位置點 跟我們切入相關個股 這組成段向上的一個行情 好吧 那我們今天開放三個專案名額 這個詳情內容你可以麻煩自己主動一點 直接向尋尿老師的服務人員 好吧 預告大家投資順利 我們下週再見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任務公司哲碑之各方面 Lunty外泄 全非不見 Lunty外泄 全非不見 Lunty外泄 Lunty外泄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德投顾都有期货 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德投顾 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提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顾 顾德投顾 特地公辈啊 我已经找到几个业者 将我那块被污染土地整治好了 但是最近有一个神秘人 要用高架租我的地 我敢不敢做一 土地乱租给不明人数 真危险 有些人效业者 会租土地来 望住了灰瓦会气雾 所以土地除了不能乱租 地主还要常常巡逻出处的土地 哪不会造成那污染 地主还真的被关 而且最多 可以活得三百万人 请在那场地保护处 欢迎秀明 当初来到台湾的时候 生活上有很多的不适应 也过得很辛苦 真的很感谢移民署 对于新住民的帮忙 让我们免费上课 学习更有用的技能 移民署推动新住民资讯 素养教育计划 课程完全免费 资讯专线 0800-005-788 你应该选择安全的方式 有机会 ин罪